哈囉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講的是 比較嚴肅的話題 我們來看一下 拉警報 2020股市是否金融海嘯在線 我們從最近的疫情來看的話 鎖國的幾乎都是大國 包括我們從中國大陸開始 大家都很清楚的 現在美國、義大利、法國、歐盟 幾乎所有的國家 亞洲國家也一樣啊 所以像日本、新加坡、韓國、台灣、香港 現在連菲律賓 像西非、非洲也開始了 所以呢我們在這個 整個震盪嚴峻的考驗之下呢 這個人類的大瘟疫 到底會讓我們全球的人類 會走向一個什麼樣的金融體制呢 還有一個金融的變化呢 今天呢要跟大家講的 就是我們從第一頁開始 來我們從第一頁開始 這一頁的數字呢 全球確診數呢 就是疫情呢已經到了1298066 死亡全球人數是73444 當然這個問題還很多呢 有很多國家沒有爆出來喔 尤其是像是印度啊 現在印度也很嚴峻喔 台灣確診數是最少的373 跟死亡人數是5個人 接下來我們看再下一頁 好第一波 第一波呢我們先講齁 現在4月23到5月20號是新四月 那這一個月份的 呃現在還沒到齁 現在是4月7號喔 那這個4月23號之前 4月7號到4月23號財星齁 財星落在生的公位齁 落在生的公位就落在猴的公位 如果你屬猴的人呢 運勢就比較強一點 那還有一個老虎也不錯 這兩個生肖是不錯的 那比較受惠的是屬蛇的 跟屬這個 屬豬的 這四個生肖 好第一個生肖屬猴的 在23號之前 4月23號之前 那第二個生肖呢 就是屬虎的 第三個生肖屬蛇的 第四個生肖屬豬的 這四個生肖呢 在這一週裡面的運勢是 在這一段期間不是這週 這段期間裡面運勢是很好的 如果你在投資股票上面的話 你要慎選股票的話 應該還是可以賺到錢的 好4月23號到5月22號呢 新四月呢 財星落在有的公位 有的公位在西方 那5月23到6月20 也是新四月第二個四月 農曆的四月 財星也是落在有公 那有公收費的是哪三個生肖呢 第一個生肖呢 就是屬雞的 第二個生肖屬蛇的 第三個生肖屬牛的 恭喜你 這三個生肖非常好 好 那但第一波我講不好的同時 你就算生肖好 運勢好 你還是要小心 6月21號到7月20日至任五月 財星落在諸的公位在亥公 在亥公 好我現在要開始講重點了 這個一個月當中 一個多月當中 6月21號到7月20日 剛好是一個月的時間 任五月剛好是太歲正聰月 好太歲正聰還一段時間喔 現在才4月7號到6月21號 兩個多月喔 還有兩個多月 我講得很清楚了 6月21號到7月20日 才是我們呢 全球經濟大考驗的開始 現在因為每一個國家都拿錢出來救啊 救股市啊 然後呢 做防疫啊 然後呢 補貼百姓啊 但是接著下來呢 能夠這麼久嗎 兩個月過後才能見增長 這個時候的股票 才是要特別小心的 好不好 不管任何一個股票族 都要特別注意 你有去買股票的 或者你在經營股票的老闆 CEO 你都要特別小心 好 我們剛開始的時候 看到美國的熔斷的時候呢 6月份還是要特別注意 巴菲特的講了 他活了八九十歲 從來沒有看過這樣的一個熔斷機制 好可怕 台灣也一樣啊 台灣剛開始的時候也是狂跌啊 對不對 從一萬多跌一直跌下來啊 後來因為我們的國安基金有進去救嘛 所以呢 又拉了一些 又拉了一些上來 好 這一個波段的漲跌呢 互見以外呢 6月21到7月20 我再提示一下 任五月五曲化計月 五曲心是跟財政有關係 財經有關係的 如果飛機還不能動 如果拼復工沒有訂單 大家皮繃緊一點 聽懂了 聽懂的人就會懂了齁 聽不懂的人就慘了 好 那就什麼 訂單要出馬了 如果你的訂單沒有提前撥出去 齁 那拼復工 還是沒有用 好 我們都知道呢 銀行界的股價都還不錯喔 但是小銀行 不是台灣的銀行 其他的國家 比如說中國大陸 美國的小銀行 美國開銀行很容易的 齁 大家都很清楚 美國開銀行很容易 只要多少錢就可以開銀行了 那你知道美國的小銀行會倒多少嗎 還有大陸的小銀行 會有多少波折嗎 應該會的 因為這個時候呢 很多人沒有 第一個工作不順嘛 賺不到錢嘛 還不起房貸嘛 那政府不可能幫你房貸啊 它可以讓你融資到後面緩延嘛 像你的利息還是要繳啊 好你沒有收入你怎麼繳利息 台灣也一樣啊 台灣可以讓你說 本金不還利息還啊 如果全球都是這樣子的規模的時候 是不是大家要小心 好我已經講到很清楚了 房貸會影響到股市 好房貸影響到銀行 影響到股市 這已經很清楚了 那不是一般人就可以去解決的 好如果你現在的收入不夠 又沒有bonus又沒有獎金 那你平常呢想說 好那現在呢你看喔 一放假大家還是拼什麼 拼去玩啊 大家要是拼去玩 台灣一樣啊 那記得義大利跟西班牙嗎 那個時候法國也一樣啊 他們是怎麼樣呢 伊朗很慘的時候呢 西班牙沒有很慘啊 法國還沒很慘啊 伊朗很慘的時候 義大利也跟他同步嘛 但是義大利也很可愛耶 也很天真耶 會不會太天真了一點啊 明天說要封城了 然後呢 所有的娛樂場所不開放了 晚上全部都跑去娛樂場所 還去開紅爬 我的天啊 所以感染就開始了 那還有人去朝聖啊 是不是 還有朝聖啊 還要去做法會啊 韓國不是就做法會來的嗎 對不對 法會不戴口罩啊 台灣的法會不做了齁 對 還好瘋掉了 要不然很慘喔 台灣還是比較有一些 這個 我覺得台灣人比較好一點 就是福氣比較大一點 那也比較怕死一點 我覺得要怕死比較好一點 好 6月11到7月20的任五月呢 五曲化妓樂 露心財心落在亥公 落在亥公呢 那五月的話呢 引五絮三合 那亥公的話是比較受惠的齁 當然有幾個生肖會比較好齁 亥跟老鼠會比較好一點 老鼠會比較好 但是五曲心來 我跟大家講一下 任路在哪裡 任路在亥喔 好 那也代表什麼呢 如果你的運勢不強旺的人呢 你一定會損失慘重 不管你投資股市或者展店都一樣 好不好 開店也一樣齁 你會損失慘重 好 我們接著下來看7月份 7月份的21到8月18號 8月18號呢 財心落在老鼠的公位 比較好一點 老鼠的公位 當然第一個呢 屬馬的 還有呢 屬龍的跟屬猴的又受惠了 這四個生肖比較好 屬猴的在今年真的運勢很大體 屬馬的雖然正聰 但是呢 賈年出生的很好啊 賈年出生你看 有幾個 幾個首相啊 還有總理啊 都是賈年出生 1954年出生的 所以他們運勢都還不錯 還有那個 英國的首相 英國的 英國的首相 剛才講的齁 他是賈年出生的 他是吳三年次的 吳三年次的 英國首相 巴里斯強生呢 他是1964年 1964是吳三年的 吳三年屬龍的 賈年也是賈年 你看有幾個 德國的總理梅克爾 還有強生 賈年吳三的 一個是吳四的 1954是四三的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安倍晉山 都是賈年出生 賈五更是很好的 這些人的運勢都還不錯 所以呢 我們可以看到他們的運勢呢 都一直在控制當中 就是日本的 疫情有控制下來 還有呢 德國疫情有控制下來 現在就看英國 有沒有辦法控制了 好 那我現在講的就是說 第二波 那7月21號到8月18號呢 財星落在老鼠的公位還不錯 那所以呢 也沒有那麼差 那8月19到9月16 賈生月 賈生月不錯啊 財星又落在老鼠的公位啊 你看喔 還有一馬星喔 那代表什麼呢 8月19到9月16都還不錯喔 就是大家都有緩和下來 那個財運都有緩和下來 而且呢 大家都在力拼 力拼 那如果在這段 這兩個月的當中呢 我們可以看到喔 好 6月11到7月20不好 那7月21到9月16是不錯的 那所以這兩個月當中 大家還在拼經濟的話 應該算是齁 這兩個月還可以拼出一些成績出來的 還不錯齁 那8 9月17以後 來了來了 又來了第二波 9月17到10月16 已有月 好 財星落在老的公位 那落在老公位是怎麼樣呢 不好喔 告訴各位 老的公位就是五房煞位啊 很討厭啊 如果財星又落在五房煞位 是不是很令人生氣呢 是的 所以呢 第二波要小心的是 9月17到10月30號期間 還是會拉警報 這是我給大家的預言 那所以呢 以五月的話呢 還有一個洋韌星對沖 以五月還有一個洋韌星 洋韌星就是大家就殺來殺去 好 好不容易兩個月 又平穩下來了 又賺到錢了 然後呢這個月呢 大家一恐慌 因為疫情也會產生 疫情 所以呢 很慘喔 疫情喔 我有預言喔 在武漢肺炎 什麼時候會終了 你們可以上去看喔 我在幾天前 就是4月1號的時候就錄了 你們就上去看 那篇大預言裡面呢 我相信你們都會看到 那為什麼用武漢預言 因為全球大家現在在圍攻啊 圍攻中國大陸啊 所以他們都用武漢預言 疫情啊 其實我是講新冠疫情 好 那在9月17到10月16 這一波呢 以五月呢 要特別注意呢 就是所有的 股市的另外一波波折 好 好 那11月17到12月14 是秉序業 秉序業呢 財星呢 這個月落在蛇的公位 如果落在蛇的公位 是比較好一點的齁 稍微好一點 為什麼呢 因為蛇跟猴呢 是六合 他有六合運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10月15到11月14 雖然太歲正衝 那文昌運落在駭的公位呢 財星落在馬的公位 財星落在馬的公位 所以10月15到11月14 雖然太歲正衝 但是因為丁鹿呢 財星落在馬的公位 還算不錯喔 還算不錯喔 因為老虎運勢也好 然後呢 猴子運勢也旺 所以屬馬的運勢也還不錯 所以屬馬的運勢也還不錯 好 12月15到1月12號 屋子月 霧鹿呢 在世 又回到蛇的公位 那蛇的公位 他會馬的公位就會受賄啊 所以你看連著三個月喔 屬馬雖然犯太歲 所以說我剛才講的 那三個賈年出生的 三個賈年出生 運勢都還蠻強 外的這些總理喔 還有首相喔 好 1月13 就明年的1月13到2月11號 極醜月 極鹿呢 又落在馬的公位 所以呢 當然在農曆年前喔 農曆年前呢 屬蛇的跟屬馬的喔 都還會有一些輝煌的戰績 但不代表你是股市會賺錢喔 你聽懂嗎 有輝煌的戰績是你的生意啊 你的事業 比較會有大的輝煌戰績 這樣了解了嗎 我希望呢 我提供給大家的齁 是能夠幫助大家呢 大家小心應戰 然後呢 小心的理財 並不是說錢都賺不到 還是會很多人賺到錢的 不用太擔心 至於國家會滅亡嗎 不會 只是呢 我們會過得比較辛苦一點 希望大家呢 能夠收看這一集的話呢 也能夠轉傳 給你的親朋好友 不管他做任何行業 他們都要小心 好不好 我們來看一下喔 再往下來先看一下 絕對要注意的生肖 這個十二生肖裡面呢 當然現在被隔職的 沒有工作的 當然不一定是這幾個生肖啦 但這幾個生肖會比較嚴厲的考驗喔 因為今年太歲 那如果你之前都很好 那你這個生肖在今年就會不好 如果之前不好 反而在今年會變好 所以在太歲年的時候呢 不一定都不好喔 我現在告訴大家 有時候太歲年是 太歲年是你一個轉運年齁 是一個新的轉運年 如果你這個五個生肖 老鼠、馬、羊、兔雞 在前面的幾年都不是很好的話 那今年反而會變好 或者在去年很好 今年就要小心喔 會更不好 如果你有在做投資的 投資的 投資的喜歡賭博啦 比如說我們到拉斯維加啦 到什麼華克山莊啦 甚至呢到新加坡的賭場 甚至到澳門的賭場去賭的 現在馬來西亞也有啊對不對 然後呢 另外的話柬埔寨更多了齁 那到處都賭場了 所以我們要特別注意 如果你喜歡投資的人 要特別謹慎了齁 還有呢 有很多的 這個情況呢 會開始在全球做一個 很大很大的調整跟改變了齁 來我們來看一下一頁 好我們先看講美國的川普 美國的唐納川普呢 是1946年6月14號生的 他今年接受到最嚴峻的考驗了齁 我們可以看到他呢 其實呢 已經七十幾歲了齁 1946年嘛 那今年是2020年嘛 那所以呢 他從2017年1月20號上任以後 到現在呢齁 我們可以看到他的股價呢 就任指數的時候是19800點 目前指數是22680點 到今天2020年的4月7號 今天是4月7號 我現在下午5點多了齁 那他今天的指數是到22680點齁 那當然道從指數跟這個 納斯達克的指數是不一樣的齁 那我們現在可以看到呢 今年他接受了最大的挑戰了 而且呢 美國的疫情死了1萬多人齁 那全球呢 他現在都快要聚冠了齁 很慘 然後我們接著下來看 我們的台灣的齁 蔡英文總統呢 他生成是1956年8月31號 就任2016年的5月20 好 我們可以知道呢 他現在是連任當中 去年我在預言 韓國瑜跟他的競選的時候呢 我就預言他會當選 那為什麼呢 因為呢 他的運勢真的是走得很強旺喔 我常講齁 像今年2020年的這顆露存心 露存心是可以消災解惡化煞的心喔 居然又做到了他的出生年的公衛 那就屬猴的公衛 因為他屬猴的 所以你看他的運勢就一直呢 都沒有 雖然在那4年當中的經濟非常不好 但是呢 他並沒有因為如此呢 整個運勢就往下墜 沒有 他反而是穩住了 尤其在這波疫情當中 他反而是聲名大噪 因為台灣的防疫真的確實做得不錯 那所以台灣的詹英文總統呢 在2016年5月上任以後呢 520嘛 台股是8500點 到今天的話呢 2020年的4月7號呢 股價還在9997點 但最近的國安基金有護盤 這是一定的 美國一樣有護盤啊 美國的熔斷很可怕 對不對 大家都很清楚了 每天都是熔斷 連所有的投資人都嚇壞了 好我們來接著下來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習近平 中國大陸的習近平 到底17億人口的他 怎麼樣把中國帶領走向哪個方向去呢 我們可以看到的他是1953年 1953年他去年很不好 去年聲望一直往下跌喔 屬蛇正衝嘛 去年他其實很不好 今年呢 他還受到武漢的疫情呢 開始呢 在全球想說 是不是可以逆轉情勢呢 但是呢 現在因為呢 全球都矛頭指向他 也很慘 但是呢 我覺得他還是有他的一些做法 那當然17億的人口不好控制 不是像美國3億多人口 我們台灣只有2千3百多萬人口 不一樣啊 所以呢 17億人口的習近平到底 在未來會有什麼樣大的發展 後續我將會呢 另外做一集告訴大家 他的運勢到底會強旺到什麼程度 或者他會弱到什麼程度 好我們來看一下 他上陣指數呢 他就任是2013年的3月14號 上陣指數當時呢 是上2300點 深圳是9600點 現在目前的指數呢 上陣還有2821點 都上漲的喔 然後深圳還是10432點 所以他也是紅盤開出喔 那當然呢齁 我們可以看到呢 其實 像是美國拿了兩兆 救 救經濟 兩兆的美金 那到底習近平會撥出多少錢來救經濟呢 尤其全球的投資 大企業投資都在那裡面 我們台灣包括台積電啊 紅海這些 都在那邊投資 連大力光都有 想想看喔 如果他有一個三長兩短 我們是全球都要受害的 所以呢我們一定要看到 到底中國未來 他有什麼樣的運勢 好接著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日本的安倍晉山 不要小看日本啦 我們都知道以前呢 所有的精密工業呢都是由日本做的齁 那日本他有很強的武器 你不要小看他 他有很強的武器 還有他有很強的精密武器喔 還有精密的工業 這精密的工業其實齁 不輸給那個德國 我們都知道德國最厲害 手工表 就是像這個勞力士啦 所有的名表 很名車 都是在德國做 那你覺得呢 他光是一個汽車就不得了了 還有他電器產品 都是非常厲害的 所以安倍晉山呢 基本上他是1954年9月21號生的 他屬馬今年太歲喔 剛好今年太歲正宗 就任的時候是2012年了 12月26號 他就任指數是10400點 目前指數還在1895連點 欸 你看喔 他受到的衝擊其實很大喔 2012他還碰到呢 很多的大地震啊 很多的問題啊 對不對 欸 他的股價還漲了這麼多的 8000多點耶 這不太容易喔 這不太容易 那我們接著下來來看一下 安格拉梅克爾 我們看到德國 德國的總理呢 他也是1954年出生的 也屬馬 他今年也太歲正宗 欸 你沒有覺得這些太歲正宗的 這些總理跟總統呢 基本上來講的話 首相啊 運勢都還蠻旺的喔 沒有很差喔 德國的控制疫情也很厲害喔 日本的安倍晉山控制疫情 也算是不錯的 雖然大家說 欸櫻花祭 大家跑去看櫻花祭 但是他還是有控制下來的 當然鎖國也很重要啦 那安格拉梅克爾呢 他1957月17號生的 好 就任的指數是12800點 目前指數是10533 德國也死了不少人啦 但是呢 他是應該說 在歐盟裡面呢 算是控制的最好的 那我們可以看到他的指數呢 雖然有下跌了一些喔 也跌了不多2000多點 好 接著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好 包里斯強生 這兩天有很多新聞啊 他的女朋友懷孕了 是不是有什麼問題嗎 然後又說他是會打人的 當然我們沒有求證喔 只是說這個八卦新聞還蠻多的喔 好 那英國的首相呢 包里斯強生 我們看1964年出生的 6月19 就任的時候是20197月24 他就任指數是7500點 英國因為死了很多人 而且呢 有很多的大的問題出現了 現在的目前指數是5729點 好 那這些的強國 這麼強的國 我們台灣現在也算強國喔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的口罩是不愚愧滑 而且還可以捐贈給世界各地 這也是蠻厲害的 當然我們的精密工業 沒有像日本那麼厲害 但是我們的這個 集聚工業是很厲害的 所以很多人大老闆呢 為了這個疫情喔 就大家都放下身段 一起坐在地板上呢 馬上把這個機器做出來了 哇這時候台灣也是夠強的吧 不過台灣很強的另外一個部分就是科技產業 我們可以看到呢 像是台積電啊 還有組裝產業很厲害 鴻海的組裝產業也是全球有名的 那我們可以看到呢 其實呢在今年是庚子年 庚子年為什麼 這些假年出生的 你看有幾個是假年出生的 假年 假物庚 假年出生的就是天干是假 天干是假的話是誰呢 有好幾個啦 這個像是英國的 不是像是歐盟的德國的總理 安格拉 明克爾斯1954 他是假五年出生 好 那另外的話呢 安倍晉三 也是假五年出生 都屬馬呢 對都屬馬 應該照理講的話 那另外歐盟的總理呢 烏蘇拉 洪德萊恩呢 我沒有把他的資料放上來 最主要的話呢 我覺得就是 美國的總統 這些強國的總統最重要 是他們未來的政策 會影響到 我們的未來的經濟發展 其實呢 我們可以看到呢 美國 川普呢 拿了兩兆美金 美元救市 現在拼命要印鈔票了 但是印鈔票會 產生什麼呢 第一個 要防通紅 因為呢 如果儲備金不夠的話 那當然就會痛膨了 另外的話呢 還有呢 他釋出了很多的公債 就是釋出很多公債 台灣也一樣 台灣的 我們的總統拿了一兆台幣 一兆零五百億的台幣要救市 現在聽說要再加碼兩千 兩千億 那就一兆兩千億囉 兩千五百億囉 聽說要再加碼兩千億 那新加坡 我沒有把它放上來 新加坡最近呢 有一個很不錯的政策 就是 每一個公民呢 都可以拿到一萬三千多台幣 他算出來是 大概合台幣一萬三千塊左右 就是每一個人都可以領到一萬三千塊 道理就是 來救 救他新加坡的經濟 那現在中國大陸 習近平呢 我們可以看到呢 其實他有很多的政策 就是呢 有很多的問題囉 那當然 現在因為 三四線城市比較難控制的地方很多 比如說 農民工回去了 沒有工作 沒有辦法真的拼復工 因為全球並沒有訂單了 那比如說 像是高資產業沒有訂單 還有高奢侈業沒有訂單 什麼叫高奢侈業 就是像是香奈爾拉 哈達拉 或者LV拉 像這類高奢侈業沒有訂單 因為大家都在鎖國啊 沒有辦法下訂單 而且他們現在一間一間店面 在中國大陸收掉以後呢 會產生什麼樣的經濟狀況呢 我想呢 這未來還是蠻嚴峻的考驗 那當然英國也好 歐盟也好 德國齁這些還有其他西班牙 西班牙很慘啊 西班牙現在也是非常非常的慘 所以呢 基本上來講話 大家都在鎖國的同時 會不會接著下來 就要特別嚴峻的經濟考驗呢 呃 你初期是拿了很多錢出來沒有錯 但後面啊 後面怎麼樣運作才是最重要的 好 我們來看一下台股的台積電呢 到今天為止還有346塊喔 紅海還沒有跌很深喔 71塊2喔還好喔 大立光也有3890喔 它從4000多跌到3890 聯電的話 現在當然它聯電的股價一直都沒有很上來喔 14.15喔 中芯就是香港的中芯還有13.1的喔 呃 股價喔 那是港 這個是港幣喔 港幣的股價喔 那我們不談美 呃不談美國的股價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它現在還在封城當中 然後呢 那些股價呢 是不是呃當然 跟醫療產業有關的 醫藥產業有關的 大家都很清楚 還有呢就是清潔產業有關的 這些都非常好 都非常好 但是呢 電信公司今年呢 像美國的Room 就是Zoom 它應該算是最好的 那它的股價呢 呃122.94元到今天為止 那中華電信呢 107.5元它漲了 中華電信 我們都知道呢其實 現在大家拼什麼呢 沒有辦法上課 沒有辦法上班 拼什麼 拼iPad Notebook 對不對 大家都會很好 然後電腦業當然就會好啦 在家就一定需要用到電腦嘛 那現在最紅的應該是iPad 然後蘋果呢 是262.47美元 蘋果 262.47美元 當然蘋果現在在拼復工喔 鴻海他們都在拼竹裝喔 那韓國的三星電子最慘了 韓國現在也很慘了 韓國三星電子最慘的原因是 它iPad呢面板呢 轉向ILED了 所以呢 它現在可能不轉型不行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全球都在拼轉型 拼轉型 那在拼轉型的同時這些骨架是不是 有很多是仇雲產物 有很多就是 欸每天都是 欸可以興風作浪 真的是可以興風作浪 所謂興風作浪就是 每天都漲漲漲嘛 好厲害 那我們可以知道呢 像是汽車產業不好啦 因為呢 第一個呢飛機產業製造 製造飛機的當然不會好 像美國的製造產業也不會好啊 呃 飛機我們台灣現在飛機都停在停機坪啦 然後呢汽車也停在停機坪啦 好那另外呢 因為很嚴峻的考驗就是那個大巴 全部停在停機坪 欸停車坪裡面 好那 台灣既然是汽車產業不好 我們第一個看到就玉龍的顏凱 它已經過了 走了 顏陳利連呢 它最近賠了兩 大賠244億多 大賠台幣244億 以上喔 嗯 接著下來它會不會有更多的改變呢 應該我覺得會有改變 現在的汽車產業他們也在利拼 利拼什麼 比如說清淨空淨器在我們的汽車裡面 它可以消毒 它可以讓你沒有一些病毒在汽車裡面 對不對 那現在因為全球這三個月幾乎都不太跑了 空中也乾淨了 地上也乾淨了 我們就沒有那麼多毒氣了 所以呢 這天給我們什麼感應呢 第一個 我常講說齁 人沒有多厲害 天給你一撇比較快 天不給你這一撇 你真的是齁 盲頭焦頭爛額都沒有用 是不是 現在呢 最慘的是那個義大利人 還有西班牙的人呢 把那些歐元都灑在地上 他們說錢現在沒有用 他們現在連醫療都不足 那連醫療不足 是不是很多人等死呢 本來就這樣子喔 美國一樣啊 醫療如果不足的話 是不是都大家等死 所以呢 來個瘟疫呢 大家沒有省思嗎 去年的大陸的租瘟 我們進來也是要划一百萬啊 不是嗎 我在機場每天都看到划一百萬 進出就 出去進來都要看到划一百萬 那很多人還是傻傻 還繼續帶肉品進來 那現在喔 口罩也是一樣啊 都不戴口罩啊 對不對 歐洲人浪漫啊 不戴口罩 美國人浪漫啊 不戴口罩 好我們從這邊來開始講 很多人喜歡去歐洲旅遊 也很喜歡去美國的 你知道美國的LA啦 還有呢 美國的紐約 當然是最多人聚集的地方 他們最喜歡 像我們去旅遊 我們也喜歡去紐約啊 我們也喜歡去第五大道啊 對不對 對不對 我們也喜歡去也會去 對不對 那當然這些國家 基本上來講的話呢 歐洲就是旅遊勝地嘛 美國也有幾個城市是旅遊勝地嘛 所以呢 為什麼這麼多人 因為帶病者 都到這些地方去了 好 現在我們講喔 大陸的手機已經下滑40% 華為一直從前年就開始被美國打壓 對不對 好在加拿大被抓了以後呢 開始打壓華為的手機 然後呢 大陸的汽車現在下滑60% 是不是很慘呢 當然很慘啊 所以呢 你們在買股票的同時呢 這些股到底怎麼樣才會好呢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喔 接下來呢 我們可以看到呢 美國的航空業呢 美國的運通 美國運通現在還不錯喔 因為呢 他有金融體系喔 83.87美金喔 呃 台灣的國泰 這個國泰金呢 在香港 港幣是8.52 那我們可以看到呢 中華電信 中華的話是6.63 第一金控呢 現在還有19塊多 將近20塊 彰化金控呢 有20塊左右 遠東也大概只有9塊多了 然後台氣營也只有9塊多 星光7塊多 然後呢 聯邦是9塊多 所以你看呢 我們可以看到聯邦 星光 台氣營跟遠東的股價 都處在不到10塊錢左右 剛才講過 第一金控 還有呢 中信金 然後彰化金 這些股價還有華南金控 然後和庫 那 這些股價都差不多 就是都在20塊左右 台信金在11塊多 他處在11塊多 11塊7左右 玉山金控在24塊6左右 趙鋒金在28塊4 那你知道這些金控 他們在幾年前就到 柬埔寨去佈局 我有在直播上面告訴過大家 在柬埔寨佈局的這些金控 幾乎都有賺大錢的機會 都有賺大錢的機會 國泰金也有啊 那當然和庫 和庫現在還是18塊5左右 那國泰金 玉山金 跟趙鋒金的股價算是比較高的 比較高的 好 我們可以看到美國的花旗銀行的股價呢 他41塊12 運通是83.87 香港匯豐是39.9 港幣 港幣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全球產業鏈斷鏈的衝擊之下 iPhone是家族馬力在開工的 iPad也是一樣 還有Notebook也家族馬力在開工 那視訊全會議呢 一支獨秀 現在只能在家開會啊 然後在家工作啊 所以視訊會議是一支獨秀 那美國的電信呢 當然非常紅了 122.94 好厲害啊 他是一直長的 那台灣的電信呢 還有107.5 台各大呢 台灣大哥大是102.5 那遠傳電信還有64塊5 所以你可以看到呢 在這波疫情當中呢 還是有很多股價是非常好的 而且這些股價的分紅 他未來分紅很多 翻漲了兩倍也三倍也很可怕耶 所以啊 有很多公司是不好 但也有很多公司是好的 那我們要擔心什麼問題嗎 就是未來是不是大家都會 比較少到國外去 因為 如果像這樣下去的話呢 就是會比較少到國外去 那會衝擊到觀光業 會的 為什麼 因為未來一年兩年啦 我們今年 今年根本是動彈不得 那明年呢 會不會也衝擊到觀光業 一定會的為什麼呢 因為新四月是 大家還是會害怕疫情 還沒有完全結束 可能有些地方 它還有一些零星的感染 那零星感染就可能會有什麼問題呢 還會有怎麼樣幾波的問題出來嘛 那我們可以看到呢 其實台積電呢 以前沒有人敢砍台積電的那個丹喔 現在台積電也被砍丹啊 你知道它只好做無奈米啦 那像聯電啊 香港的中心啊 他們就把它當做什麼 AI產業 自費的 基本上都利用呢 當做兵工廠 因為台積電 它還是可以做很多的高科技產業 所以其實台灣的科技產業 我只要講說 也可以領導全球的 那第二個呢 美國他們是對於呢 他們也啟動了 像第三次世界大戰 這樣的一個作戰方式的 包括船隻 都拿來當那個 防治疫情的那個醫院的一樣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呢 這一波裡面呢 讓我們比較能夠省思的是什麼 健康最重要 未來呢 人類的健康產業一定會是 會是全球最紅的產業 另外的話呢 就是說我們平常呢 大家說要提升免疫力 所以跟健康產業有關的 免疫力的產業也會非常好 所以大家都會向台灣學習 台灣的健保制度 當然很多的時候都說 健保會拖垮台灣的財政 但是呢 真的會拖垮嗎 我覺得 就是 政府要省思的部分呢 還有全民要省思 如果我們都在這種 很高度的受惠之下 是不是可以 政府有一些 可能會有新的政策出來 我覺得會有的 因為基本上 我們台灣真的是 太幸運了 那當然也要感謝 這個好國春跟前副總統 國民黨前副總統聯戰先生 他們那時候拍板定案的 好 那我現在講講呢 接著下來 我們職場上對最忌諱的就是什麼呢 現在很多人沒有工作 所以去年我就講說 航空公司在罷工的時候 在輪流罷工 上半年跟下半年在 在同時在 一年在兩次大罷工的時候 我就說 大家要惜福啊 幾年都不飛了 你看怎麼辦呢 航空公司不飛了 飛機都停在停機坪的 你現在要罷工嗎 好啊 就讓你 就長期的放假吧 也沒有薪水啦 只能這樣了 無薪假 還有什麼 還有財源 這財源潮應該很快就 又會有另外一波高峰了 美國現在我們都知道呢 我上一次的預言當中 我說一個禮拜裡面 一個月以內 大概會有三百多萬人失業 現在是將近千萬人失業 已經七八百萬人了 所以呢 我還是要勸大家 有工作要惜福 也不要去證明自己多厲害 你如果是顆鑽石的話 我常常講 你要把它自己把它 你在優秀 你都要讓自己發光發亮 尤其在這個時候 對不對 如果你不認同上司 不認同老闆 那你就自己去當老闆了 只能這樣了 對不對 不要抗拒 然後邊坐邊抱怨 很多人就這樣子 邊坐邊抱怨 這個老闆不好 這個主管不好 這個啊 然後同事圍起來 就圍攻主管 那到後來呢 現在呢你看啊 沒有工作人多少 美國要領救濟金 兩兆能解決嗎 現在如果是幾千萬人沒有工作的話 兩兆能解決嗎 那是二十兆的問題啊 不是兩兆的問題啊 是吧 台灣也一樣啊 你以為我們政府呢 一兆兩千億出來 就可以解決所有問題嗎 沒有辦法的 真的沒有辦法的 好不好 所以有工作的朋友 真的要開心 有開心 要向上 我們齁在職場上面 要學習向上溝通的能力 而且呢 不要直接就抗拒了 你抗拒是沒有意義的 我常常講 老闆請你來 不是來 呃 交代一件事情做一件事情 而是來解決問題的 好不好 如果啊 你是美編 那美編要把美編的工作做好 啊你是 呃 這個會計 會計要把會計的這個帳做好 是不是 你是業務 要把業務做好 就本來就是這樣子 然後呢 那你如果是主管 你要 有協調能力 把這些人都協調好 齁 如果協調不好的話 那這個 team就亂七八糟 一定是這樣子 齁 所以呢 呃不要搞錯了 職場上重要的事情 是解決問題 而不是來做了多少 啊我做了很多 啊我做了多少 你問題沒解決 你有用嗎 做了再多都沒有用 所以我常常講說 我們做多少 不是重點齁 像我們年輕的時候齁 在公司上班 都是幫老闆在解決問題的 然後提示老闆 提醒老闆 啊你的票期到了 老闆我這個東西缺貨了 老闆這個不好 這個東西不好銷售 我們不要再進貨了 應該是這樣子才對齁 那個才有生產力 才有競爭力的 所以呢 上班族千萬要記住 你如果重點在於 你所做的工作跟事情 能夠替公司創造多少價值 還有解決了多少的問題 如果你沒有辦法幫公司創造價值 你又不能解決問題 那你等於是 對不對 那你在處在這個公司裡面 老闆不會提拔你的 也不會升你的官的 也不會加薪的 一定的 所以呢 我常說齁 上班族真的齁 像我們以前在幫人家上班的時候 就是老闆有什麼交代 一定盡快做好 那為自己創造成為鑽石 如果自己是顆鑽石 就應該讓自己在職場上發光發亮 而不是等人來挖掘你 你說我是顆鑽石 你也等老闆來挖掘你 老闆哪有空啊 對老闆現在忙翻了 比你更忙 主管也更忙啊 自己的人生價值要自己來創造 在職場上面的表現溝通 專業合作才能夠 將自己的實力跟真功夫 來表現出來 然後得到優質的職場的一個生命力 好不好 不要忘記了齁 海洋老師的這個YouTube上面 按免費的訂閱 我的視頻呢 右下方有一個小鈴鐺 可以按一下 我的視頻一上來 你們就可以馬上收看到 另外的話呢 可以到我的開運粉絲團裡面來追蹤 按讚 然後追蹤中搶先看 這三個步驟的同時 這件黃色的衣服 因為我的FB呢 有兩個 有兩個 你們就要加到我的FB 我隨時會開直播跟大家分享 好不好 另外的話呢 如果你需要開運物品的話呢 或者要今年化煞的五地錢兩串的話呢 不要忘記了齁 就上去 今年最好的就是水晶球 好不好 增加我們的磁場能量 你們可以在官網上面去看齁 就是我的官網 齁 那謝謝大家 我們恢復到原來的首頁 恢復到原來首位 2020的股市到底會怎麼樣 不要忘記了 幫我按讚分享 給你的親朋好友 你的同學 海外的朋友 謝謝大家 如果有在做股票的朋友 當然要更注意了齁 也祝福大家呢 財源廣進喔 少失誤就是賺大錢 祝福你們 掰掰